教令院就是喜欢给人施加压力 还动不动给人扣上天才 奇才之类的帽子 这点我一直很难欣赏 不过就算是这样 教令院也不能交给你来领导 应该说 我很高兴你还有最基本的自我认知 院里那些人如果没风就该明白 与其让你当闲者 还不如让我来 然后让人知道你的闲者生涯 就像那幅挂画一样 摇摇欲追 你这个马上就要辞职的家伙在说什么呢 过几天就又去管档案了 哇 人生跌回谷底呀 但院里发给我的津贴应该不会解 凭什么 凭什么呀 也不用像做建筑设计的人那样 累死累活 只为博取委托人一个微笑 我可以看一整天他们两个的对话 今天就不该好心帮你打扫客厅 我自己还有设计图纸没换完呢 记得补交你欠的房租 我打算拿那笔钱添置一些家具 你是想气死我吗 你买的那些百件一个比一个没有美感 放快干巴巴的木雕在家里有什么意思 谁让我经济自由呢 我说 总拿自己的优势跟别人比 也是一种逃避吧 去掉庸俗的金钱 在更有价值的地方比一比 很难想到有什么是你占上风的 你自己能想到吗 艺术性不是吗 都说了你根本不懂室内装潢 不许乱买那些家具 除非带我一起去 带你去还得请你喝酒是吗 当然了 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只会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借款而已 你过不了多久就得还我钱 你也可以做一个善良的好人 不向我讨债不是吗 他在道德绑架他 假装自己没有负债 就像假装自己没有住在别人家里一样可笑 其他人迟早会知道的 说到这个 今天来的家伙应该不会说出去吧 记得叫他们帮我保密啊 我倒觉得你早就暴露了 没必要飞行掩饰 凭你那几杯倒的酒量 去几次酒馆 自然就把秘密全说出去了 不会吧 有自信一点卡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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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